歡迎大家來到逢星期五的IM華麗芝致播時間 今天大家看一小時其實已經遲了半小時 因為是技術問題 所以我們延遲了 我們仍然會做一個小時的 事不宜遲 我們今天講講一個題目 很淒慘 因為這個題目就是 恆子倒流到97年水平 退休理財NPF部署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講什麼事 因為恆子今天再度跌穿15000點 就收報14863點 去年2月的時候31183點 現在就144點 所以大摩也有出一個報告 就說如果是雄市情景最差 去到12200點 我今天下午和人吃飯 人們都覺得 其實都有機會去到12000點 其實都看得很悲哀 今天就請我們的嘉賓出來 讓他們講一下究竟在股、樓和NPF都大跌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去自保呢 今天的嘉賓就是李財湊學師 爾芬林 亦都是我們iMoney的專欄作家 爾芬 你好 hello 你好 Heidi 大家都講一下股市 現在都不知道怎樣 究竟會跌到12000點 我想今時今日 大家講股票也好 講樓也好 我相信香港人的感覺都是不想理會 有時間就不如休息一下 或者去撲到兩家銀行 找一些高息定存 通常就做些事情 所以現在的環境 我想對一般人來說 其實都不會再有樂觀 或者不太開心 在投資世界 你會這樣想法 但如果我是退一步 去我們理財的世界 反而是不同的 因為理財的世界 正正就是我們預計了環境 是會有機會有一些不確定性的 預計了是會差的 最重要就是當你好的時間 你會怎麼做 不好的時間 你會怎麼做呢 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如果在這一刻 都看看你以往在做什麼 如果你說 我其實一向都在買港股 一向都在低位 一向在溝貨 溝到現在 溝到深淡了 都沒有錢可以再溝 了 可能你真的沒有東西可以做的 你唯有怎樣呢 你盡量控制你的現金流先 千萬不要讓自己再不夠錢花 因為如果你不夠錢花 你再進一步要等錢花 要賣貨 這一下就馬上輸錢的 所以當你沒有東西做到的時間 就這樣了 但是若然你說不是 我其實一向都有準備差的環境出現 譬如我自己 一路很多時候一些的分享也是一樣 你看不通過市場 你就多分幾注 所以現在的環境 你說是不是最差 沒人知道 但是會不會再差下去 或者會不會已經反過來呢